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在深度学习里面的进阶课程 那在今天的课程我们将来跟大家介绍LaborMe 在上个课程我们跟大家介绍LaborImage 那在今天的程式办例我们将跟大家来分享所谓LaborMe 如何去做所谓我们深度学习里面的资料库 好那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我们在上一个课程跟大家介绍了所谓的LaborImage OK制作我们自己深度学习的资料库 产生了一个XML档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所谓的资料的一个读取 然后转换 然后作为深度学习里面的一些训练所需要 那我们今天再接再厉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LaborMe 特别是在所谓的Regional这个区块 我们在上个课程里面跟大家介绍了所谓如何利用LaborImage OK去把所谓我们所想要辨别训练这些物件 这些Label还有这些的框框 我们把它自己用手动Menu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所谓的MuxlerCMM 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也需要利用一些工具来去做 好那今天我们就今天来介绍所谓的LaborMate 这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特别是在MuxlerCMM里面 你可以看这张图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只是把它去做一个物件的标示 还有Labor 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复杂的标示 如您所看到这张图一样 里面有三个可爱的姑娘 所以我们要用多边形的一个画法把它标示出来 然后做一些Library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张图 您就看看它的出来 我们如何利用所标示的这些多边形的这些Mask 然后来训练模型 能够产生不同的需求 包含大家所在前面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所谓的Regional Segmentation 那我们如果利用它呢 但是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不同的工具 而不是只有需要所谓的Labor Image 好 当您看到这所谓的LaborMeet 这个所谓的Layout的时候 发觉好像很像我们的Labor Image 没错 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我们先来准备一下 今天课程所需要的相关的这些的工具 别忘了到您我互动学习原地的进阶篇 把课程下载下来 把它Unzip 那您对所谓AI人工智慧 OK 这边也帮您到了您我互动学习原地的相关课程 包含的机械学习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还有语音识别等等 还有一些基础课程 您可以到这边来看看 那当然还帮您准备了Python程式源的一些基础的指定的介绍 还有如何使用这些指定来设计所谓Python的程式 那在这个地方提供了所谓的Label.me的网页 您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淘宝一下 在Label.me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资讯 您可以去看一下 包含所谓的它是一些的描述 还有所谓的Homepage 还有一些特征值如果合得转换 当您在所谓的安装使用的时候 你不了解 您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好 当您课程解架说下载了以后 你会看到课程19 还有一些帮您提供所谓的一些相片的这些档案 还有四个所谓Json to Dataset 还有Label.me to Coco Label.me to VOC 还记得在所谓不同的资料库里面 在所谓的Pretrain里面 我们要有所谓的80个class的Coco 还有所谓20个class的VOC OK 还有所谓的Label.me to PNG.py 如果您是直接来看课程19 而没有看过所谓的课程18 所谓的Label.me 我还是建议您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 去看一下课程18 所谓Label.me 这个所谓小小的小写的一个程式 然后搭配的课程19 可能会更顺一点 好 那么当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跟大家分享了以后 不管是CanWriting的所谓的dataset 我们需要训练我们自己的一些资料 特别是在所谓已经 前人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 帮我们做了一些所谓pre-trained 包含不管是ImageNet 还是所谓打新的资料库 那么在这个里面 有我们所需要的类别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测一个person 但我们希望能够identify OK 您是谁 可能您是Mike 可能您是John 我们需要定义我们自己的label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所谓的物件侦测里面 object detection OK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label image 去把所谓我们的物件定义出来 然后搭配的所谓 不管是在所谓的VoC pascaleVoC已经训练好的模型里面 我们额外再去加我们的模型 这样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但事实上在实际的应用里面 不是只有所谓物件的图里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所谓的regional 就是所谓的segmentation 的一些的应用 所以我们需要来做所谓 要做一些所谓的labyrinth 就是说一些去念资料的一些 标示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透过所谓标示的工具 所以当然我们要先来安装 我们标示的工具 然后标示我们的数据 然后碰到我们所谓 我们的系统上面 所需要的这些的模式 当然不是只有亚录 这时候我们再把所谓 pretrained model下载下来 然后再去用我们已经标示好的 这一些的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库 可以来训练我们的模型 然后再去做所谓的一个 不管是分类啦 还是侦测等等 labyrinth是一个图像图形的一个 标记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介绍 labyrinth跟所谓的labyrinth image 来搭配一下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它是一个图形图像的一个 编示的方式 它可以做所谓的一个 多边形的一个标示 我们在上面的image 只能做一个框框 OK在所谓标示图像中里面的名称 的一个小工具 我们可以利用它所标示出来的这些的图像 作为所谓的资料库 输入到我们的模型 当成我们训练模型所需要的 那么在深度学习里面非常重要的在所谓的 object detection 物件侦测里面 我们需要大量的已经知道这些的数据集包含 不管说是框框 所谓的人物还是这些的物件 在相片上加上这些所谓物件所在的位置 以及它的名称就是label OK在一开始的部分我们都会用手工的方式来做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继续分享labelme OK这个的小工具 但labelme基本上是支持所谓的part scale 跟coco的一个形式 那它非常强大的去可以做所谓的多边形 矩形圆形 还有多段形 这些线段点式的一个标注 那所谓的label image只能做在所谓的一个四方形 长方形这些的一个标识的方式 同时它可以做所谓对break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标注 您现在对break不了解也没关系 等一下您就了解了 它主要是在所谓的图像的分类跟清理的工作 那还有所谓的part scale voc 在数据集里面进所谓的语义跟所谓的实力的分析 就是segmentic跟instant segmentation 还有所谓大家非常熟悉的coco的一个format 就是所谓的instant segment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跟大家介绍过 什么叫做coco dataset OK当然在所谓的labelme需要一些p1qt 就thinking OK需要做所谓的一个在python里面 做一个小小的程式的一个框架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有所谓的非常熟悉 OK在labelme跟所谓的labelimage OK它基本上的格式 你可以看在右边有所谓的flag 所谓的labellist 还有所谓多部分型的label等等 好这些等等来看 所以我们需要安装这些的程式 别忘了你只要到所谓的 anacode.print或者是command那个地方 去install所谓的p1qtpi OKp1qt5就可以了 还别忘了还有所谓的p1ciders2 就可以了 这边有两个所谓的网站 你可以到那边去看看 不会太复杂的 OKlabelme跟所谓的labelimage不一样 OK在labelimage做出来是xml OK这个档案的格式 那labelme做出来的是jsonfile jsonfile就是javascript里面的一个 的一个格式 是用douglas ok 我可以所设计出来的 它的构想就是设计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资料的一个交换模式 让所谓的人跟电脑都很容易来去做读取 好这个地方有所谓的一个维基百科 大家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看 了解一下所谓json的一个格式 好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张下面是一张三个可爱的小美女 然后我们听过所谓的labelme做所谓的一个多边形的一个制作 那在右手边就有所谓的椅子啦 还有所谓的人呢 三个人还有沙发这些标记 那当然每一个不管是沙发还是人都有所谓的一个多边形的一个label 你可以看在这个地方多边形的label 然后还有所谓的椅子这一块 那跟前面所谓的labelimage有些不一样 然后你可以看不同的所谓的标志蛮酷的 沙发啦 还有不同沙发的形 我们都可以把它编列起来变成是 不管是沙发 有四种不同的沙发 OK 人这些都是人的一个所谓的特征 那我们把它标注起来 然后放到所谓储存起来 别忘了按下一个save以后 它就是所谓的json档 那么json档到底是什么档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标示完成了以后 我们按下储存档 那么它就会按照我们所谓的这张相片 还有所谓不同这些点 你看所谓的这些点 line corner这些的点 然后帮我们存所谓 储存成为所谓这些的一个格式 好 把label是person1 person1还记得吗 它每一个的点上面这些的标示 那当然还有person2 OK 第二个美女 第三个美女到所谓的椅子 OK 不同的这些的标示都有所谓的 不同的label 还有不同这些点的这些的坐标点 那么一直到最后 好 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所谓的label me 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做标记 做多编辑的标记 然后成所谓变成所谓的Jason这个档 好 大概这样就大家就应该有所了解了 当然当我们编辑完毕把它储存起来变成Jason档 也换 OK 它就会产生刚才所看到的Jason档 但是Jason档并没有办法直接放到模型里面 特别是在所谓的Mask 在所谓的RCMM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所谓的JasonToDataSign.py 去帮我们做一个转档 就可以了 在今天的程式办理里面 在课程里面有包含一个JasonToDataSign.py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所谓label me OK 基本上的一个layout 看到了 有所谓的open open directory 还有所谓的label list label list跟所谓的多边形label不一样 label只是一个名称包含 刚才所看到的 以字 人 OK 或者是一个人名 这时候所谓 那个是一个label 那但多边形的label 就是每一个 一个人可能 这个label是人 但是它可能包含三个 刚才美丽的小姑娘 它有三个不同的标签 一个是所谓的沙发 可能有三四张沙发等等 好不好 OK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们就利用所谓 很像所谓的label image 来去做所谓的编辑的动作 像有一只可爱的猫 你可以定义这个叫做耳朵 当然我们一张相片里面 不是都是把变成 我们可以把一张相片里面 编织变成很多很多 不同的一个标示的一个目标 然后来训练我们的 模型 好 你看可以看 在这个地方 它就标示了左耳朵跟右耳朵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 很多很多猫的左耳朵跟右耳朵 然后来去做所谓的一个模型的判断 然后给我们一只猫的左耳朵 这是左耳 这还是右耳 等等的一些application 那当然这个地方有提到 所谓的Json to dataset OK 我把这一面基本的程式库 都放在这个地方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有点困难 但要花点时间 好 所以在这个基本上面 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把 label.me Json to dataset.exe 去执行一下 你所要转换这个档 那么它就会帮你做 所谓的转换 这是我把它截录下来 别人做辛苦的做的 那么它就会变成 所谓的Json档 因为你在一张相片里面 我们跟所谓的XML不一样 一张相片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XML的档案 但是呢 在所谓的Json里面 是把所有的相片 都丢在所谓的Json file里面 所以你一转档出来以后 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 这些的东西 好不好 好 所以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label.me to json to dataset 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这个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经过所谓的 Json转档了以后 你就会得到 将近这五个的一个资料 包含所谓的 label name label information yaml 还有原始的相片 还有所谓的 label的一个visualization OK 就是这个样子 有png information label png 等等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到 我们下面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每一个模型不一样 如果你只不过 做一个object detection OK 你就不需要做这些 但是你要去做mask的时候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会做成这样 好 那么在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 原一开始所看到的 三张漂亮的小 一张这张相片 有三个漂亮的小姑娘 透过所谓的mask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 右边这张图 包含沙发啦 包含三位姑娘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 不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重点是如何 跟大家来分享 所谓的labelme 来做出所谓多边形的一个标示 首先你引到 anaconda prone 去所谓的 pip install labelme 就那么简单 也可以在 conda里面去安装 按照这指定安装 就那么简单了 当你安装完毕了以后 然后打开 所谓到 conmin 这个anaconda prone 里面去 OK 执行所谓的 labelme 就可以了 这时候 当我们开了 labelme 以后 跟所谓的label image很像哈 有所谓的open open directory 好你选择你所要的路径 然后有所谓的label list 所谓多边形的label 还有bile list 等等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面板的一个布置哈 用它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看这个是画布啊 里面有一个好乎乎乎乎的苹果 OK 这边是frag 那这边direct 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包含多边形的编辑那delete等等 等一下我们来做实际的操作 OK 你可以看右手边就是frag label list label所谓的predefined 所谓的label text OK 我们在一个label text里面它就读进来 好 这边还有所谓的多边形create 还有一些档案 我相信这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好 这时候我们开启了labelme以后 我们就选择所谓的这张相片 我们开始做所谓的 要编注的相片档 那你可以用所谓的open 你也可以用所谓的open directory 还是建议用所谓的open directory 跟所谓的label image一样哈 这时候的话 那么它就会在所谓产生 所谓的一个json file档 好 你可以看在每一个所谓的png档里面 它都会有个json file OK 好 所以的create你的dataset 你先先把你的相片引线整理好 然后做所谓的注解 可以标示等等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 所以每一张相片都有一个json档 都有一个json档 包含所谓的坐标还有label等等 好 当您看到这个示意图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不是画多边形吗 怎么画的出来变成所谓的跟label image一样呢 没错 所以在所谓的label image一样 等一下跟大家来分享操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样可以做出所谓的目标政策的空光 而不单纯只有所谓的多边形 它可以画所谓的line等等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用所谓的在左手边去按一下所谓的建立多边形 您就可以画把这个苹果一点一点要很辛苦的去画 当然它有不同的苹果 也可以来不同的别忘了在一张相片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json file 好 ok 当你完毕了以后 你就可以去建立跟所谓的label image一样 你会建立所谓苹果 你也可以讲它是一个elmins 或是一个fruit 都可以自己看自己的编辑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做立完成了以后 就可以编辑不同的苹果 我们就可以来去做不同的一个应用 好不好 好 这时候别忘了 一定要一定要把它save起来 ok 那么把它save起来 就会产生所谓的json file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的label image 至于如何的转换 我们在下面的课程 我们会跟大家继续的继续来分享 讲了那么多 我们不如来操作一下打开label image到所谓的anacota pram 设定您所谓的位置 当然每一个人的位置都不一定一样 那么您一样可以去选择您所要的一个目录好不好 这时候找开所谓选好的资料 这样以后 你就会看到一只飘飘亮亮的一只好可爱的小猫 这时候你别忘了可以按右键 你可以看刚才我们所讲的 你不是只有可以去做所谓的多边形 你还可以画圆圈 你还可以画LINE 你还可以画点 还可以去编辑 好吧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所谓的多边形的一个练习 好不好 好 我们跟刚才一样 我们来画一只耳朵 我们的耳朵很快就画起来了 好 当你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一个label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耳朵 好不好 因为这个画起来很多 没关系 当你ok了以后 你这边就会有耳朵 你就不需要再输入这个label 当然你也可以去定义你的所谓的右耳 一样 create你的所谓的retangle 一样 他不是只有一个 好不好 一样你可以画出你的耳朵A 耳朵B 他就可以存起来了 这时候别忘了你把它去存起来 一定要到outset 你就会产生了一个所谓的Json吧 我们把它存起来 这是一个 所谓的001的哈 好 这时候你去存起来 它就会变成001档案的Json报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哈 因为这张比较好看哈 因为咱们已经编辑完毕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检验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有不同的所谓的chair耳朵哈 这些不同的label在右手边 好 这时候我们到档案档里面去做一个检验的动作 刚才这是猫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耳朵的B哈 还有所谓耳朵 就是我们刚才所标示出来的这个东西已经被储存到所谓 Json file里面有所谓的档案还有路径等等 好不好 那原始的路径是480 640等等这些的参数在这个里面 好 那我们编辑好了 储存变成Json file 它就会跟它的相片对在一块这些所谓的参考 做标点 你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做所谓的一个检视哈 看看所标示的你也可以再去做所谓的编辑的动作 好 大家可以把所谓的label.me跟label.image下载下来自己做一下自己的资料库 然后呢到下面的课程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把这些资料库 转不管是Json file或是XML 我们要把这些的原始的资料读起来 然后去做就是所谓的解析 然后做分类放到我们的模型里面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个地方 花了两个单元跟大家介绍所谓的label.me 还有label.image 别忘了大家回到所谓的课程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这四个课程就是用所谓别人的label 在所谓的Yaloo V2 去做一些所谓的模型训练的pre-train 那大家可以先花点时间来准备准备 然后我们在下面的课程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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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